推观光恐怕现在都得要打出偶像的招牌 来看看观光局就邀请到了韩国新天团 帝国之子来台湾当青山大使 其实这一趟来到台湾 预计要拍个120分钟的旅游节目介绍台湾 而为了要让节目更有看头 将由飞轮海当导游 两大天团碰面 由上百名的粉丝来追星 观光局说呢 这一次大概花了300万元 但是观光效益至少20亿 这么有活力 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ZR帝国之子 跟台湾天团飞轮海相结欢 王建王因为观光局砸300万元 请到韩国新天团 要来台湾拍旅游节目 第一阵行天宫 要好好介绍台湾的风土民情 如果来拜拜的话呢 手上都要拿着贡品 来 拿一下 好活泼的帝国之子 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看看粉丝团的数量就知道 几乎快把行天宫给集爆了 要让120分钟的旅游节目更有看头 台湾飞轮海 要跟韩国天团PK一起游台湾 你准备好吗 我们准备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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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来台湾要看什么玩什么呢 飞轮海当导游 要让帝国之子不虚此行 等一下要带他们去很多地方 还要去夜市 去泳看些吃芒果冰 去阿摩 两大天团弯得很开心 只是六天要花三百万元 这划算吗 观光局说 他们来台湾一趟 也会吸引高丽面游台湾 初步估计 至少有20亿元的观光效益 绝对不会白白浪费 纳水人的钱 直播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